如果人生總有一些難忘的紀念日 今天肯定是 因為除了是我女兒的大日子 在二十多年前的同一天 發生了一件事 我真的在這輩子都記得 先介紹一下 我叫Frank,她是Fionn 我們讀大學時已經在一起了 她喜歡我,夠無聊 我喜歡她,能撐得我 除了她不喜歡我暴飲暴食之外 甚麼都很合格 能夠興奮 當我以為甚麼都跟著劇情發展的時候 你好 我走了,你塞車 沒有時間,還玩 平時叫你做,我又不做 我們有一輩子這麼多時間 用不著急 你還玩 怎麼了 我又怎會想到行禮會走到這樣 Fionn,對不起 林榮心 我跟你說 見你這次沒事,這次就算了 但你要答應我 以後健健康康和我一起 照顧我,哄我開心 你願不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 我已經猜到自己膽固醇超標了 不過怎麼想到搞成這樣 結婚之後,我生活很健康 戒掉一些華習慣 坦白說,Fionn還懷孕了 有朋友說,我的世界變得年輕了 你出了一輩子嗎 以前是一個人的世界 現在是一家人的世界 都不知道多精彩 我會享受 我會選擇 我們陪著她長,她就陪著我們老 開心,原來真的這麼簡單 說得這麼快,女兒就要嫁了 坦白說,真的有點捨不得 我會選擇 驚喜 Gordon,做人有很多事都是想不到的 所以你以後要健健康康 跟我的女兒一起照顧她,哄她開心 你願不願意? 我願意 我會選擇 接下來,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紀念日 等著我 但是我知道只要保持健康 跟我最愛的人一起 每天都是這麼值得紀念 所以我很多年情人節 都沒有送禮物 好,各位看著這邊 3、2、1 用心擁抱健康,迎接精彩未來 Gordon,你每天都要喝一瓶 不要像自己年輕人 你也要因膽固醇超標 我知道 她的植物固醇 可以有助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自從她有了之後,我也開始喝… 有了? 有了? 我想待會兒才公佈 我愛你,老公大人 好,那我們也要健健康康 迎接孫子出生的紀念日 乾杯